女人抓起蟑螂 就往儿子嘴里塞 儿子拒绝后 他自己就给吃了 他就是家动的母亲 患有严重的精神病 家动害怕自己遗传到疯子基因 疯狂学习 长大后他成了一位命理大师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封建迷信 这天技术服务人员 凤姐找他算命 家动算出他必有血光之灾 唯有假死才能脱身 于是他在坟地挖起大坑 绑住凤姐的双手 将他给埋了进去 现在只要烧掉凤姐的生辰八字 就能骗过上天 可就在这时一阵阴风扫过 紧接着就下起了瓢盆大雨 还未完全烧完的纸被瞬间浇灭 改命并没有完成 而凤姐也因为雨水倒灌差点没命 被家动救出来后 对着他狂踹 无论家动如何劝说 他都不愿再被买 打车回家 他刚到家一个男人就强行闯入 直接将他揍晕 紧接着就将他五花大绑地掉在半空 在凤姐惊恐的眼神中 男人拿出一套锋利的刀具 准备享用今晚的大餐 就在他即将动手时 门铃却突然响起 通过猫眼男人发现是外卖小哥 决定不出声等对方离开 不料这个外卖小哥也不是啥正常人 见没有人开门 他就扑哧扑哧使劲按门铃 吵得男人心烦不已 与此同时凤姐趁机挣脱交代 拼命求救 男人赶紧捂住凤姐的嘴巴 一刀了结凤姐 家动也在这时赶来 听到里面的动静猜想凤姐怕是命不久矣 刚想撞门而入 里面的男人突然打开房门 他推倒看热闹的外卖小哥直接逃走 家动爬起来看到凤姐的惨状 直接就吐了 外卖小哥好奇地走进来 不同于家动 他看到满地的鲜血反而一脸痴迷 踩在血液上 开始了蹦蹦跳跳 这一幕被赶来的警长看到 而这个警长恰好就是外卖小哥的熟人 多年前外卖小哥就因虐猫 被警长送进哨馆所 出来后警长又多次抓包外卖小哥干坏事 如今在凶案现场看到对方 直接将两人带回警局做笔录 在警局时 家动爆发职业病 抽空给外卖小哥算了一挂 发现对方即将走入死路 看他被父母接走 家动赶紧追了上去想给他改命 可外卖小哥一家都将他当作疯子 直接开车走了 没想到家动回家时 再次遇到不知在干啥的外卖小哥 家动将他带到自己的摊子 准备好好帮他算一挂 这一算就发现外卖小哥 在不久后会因为杀人 面临20年的牢狱之灾 如果想改命必须修身养性 之前的警官突然出现 将两人带到医院 原来外卖小哥的母亲 为了阻止他出门摔倒昏迷 警长告诉家动 外卖小哥天生就是个变态 从小就迷恋各种戾气 根本没有改变的可能 可家动却不信 如果外卖小哥天生如此 那一定是上天让他变态 而不是外卖小哥的本心 他一定能改变他的命 他是个天生坏种 爸妈买的玩具都被他硬生生掰断 鱼缸里金鱼被他开膛破肚 趁姐姐睡觉 在他床上插满刀具 心中的杀意再也控制不住 看到路边的野猫就想动手 却被路过的警察阻止 少东连忙躲到垃圾堆旁 才算安心 可就在这时 野猫竟再次跳到他面前 少东杀意再起 正愁没有衬手工具时 楼上突然扔下一个啤酒瓶 这下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用玻璃茶子将野猫残忍杀害 他也因此被警长送到少管所 被关在里面四年 四年的修身养性 让他情况有所好转 但他刚出来就遇到了凶杀现场 被他压住的邪念再次出现 半夜溜出家门准备杀猫泄粉 刚想动手就遇到 和他一起目睹凶案的家栋 家栋算出他命里有结 决定帮他破天改命 第二天就来到少东家 摆起了风水阵 家里布置好后 家栋又来到少东家的祖坟 发现树根入关不利子孙 需要立马迁坟 然而天不如人愿 家栋这边刚做好修改 第二天少东家就因外墙脱落整修 被保护网罩住 家栋布的阵被轻松破解 他们只好先去签粉 结果整个墓地因为山体滑坡全塌了 家栋看到这一幕 倒在地上抽搐不止 他赶紧掏出自己的化精神病符 发现完好无损 怀疑是家里的风水阵出了问题 他急忙赶回家中 发现都没问题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突然发疯 直到他照镜子 发现鼻子上的伤口时 才明白问题出在那 原来因为少东他破了枪 化精神病符也就没了作用 家栋为了不封魔 决定不帮少东改命 少东好不容易相信 家栋能帮自己改命 现在说不帮就不帮了 他顿时火冒三丈抓住家栋的衣服 就是一顿威胁 但家栋死活不愿意 少东只好毁了家栋的风水阵泄愤 一切被毁的家栋在天台上躺了一夜 天亮时他才发现 有一朵葫芦花免受其害 他赶紧将葫芦花种到花盆里 在他日夜颠倒的照料下 葫芦花变成了小葫芦 家栋恍然大悟 有花才有果 而他就是那朵花 少东就是果 于是他打起精神 重新布置了家中的风水阵 还将化精神病符纹在后背 与此同时 少东的邪念再次涌现 他不受控地溜到凶暗现场 贪婪地闻着地上的鲜血 就在这时家栋出现 将他带到一间纯玉风的房子 告诉他只要按照要求去做 一定能逆天改命 可到了深夜 少东再一次忍不住 拿着小刀就去找猫 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警长看到 他也跟了上去 两人命运再次交汇 少东没有追上黑猫 反而发现了警长 想起之前的侮辱 少东杀一顿线 想趁四周无人杀了他 关键时刻家栋出现 才没有让少东走上既定的命运 为了压住少东内心的杀意 家栋在少东墙上写满咒语 让他日夜朗诵 还重开铺子免费赠送食物行善积德 没想到少东在这里 发现了更加要命的东西 他竟在厕所里找到一套带血的匕首 少东兴奋至极 当下就决定将他们占为己有 为了不被发现 他特意给厕所上了锁 没想到这个举动 竟给他招来了杀生之祸 因为刀具的主人此时就在店内 当初他杀掉凤姐后 为了躲避警察的追击 将凶器藏在了这里 现在他要取回自己的东西 深夜少东趁四周无人取出刀具 悄悄带回家 却没有看到凶手一路尾随 一到家少东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刀具 看着刀上的血迹 他视如珍宝 就在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 来人不是别人正式加动 他发现了那套刀具 猜想刀具很可能来自之前的凶手 他赶紧劝说少东将刀交给警察 不然他们所有的努力都将毁于一旦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之时 凶手突然闯入 一把抓住加动将他甩走 接着又从少东手中抢走刀具 一溜烟地逃走 少东不甘心开车追了上去 加动也追了出来 少东和凶手一个追一个跑 兜兜转转又回到原处 这时一道闪电劈下 少东闭眼躲避 没想到直接把加动给撞飞了 等加动再次醒来 他们已经身处医院 加动害怕自己发疯 赶紧回到自己的住处 为了防止少东再生杀念 他直接将少东给关了起来 等找到新的改命方法时 才会将他放出 加动苦思冥想之后 终于想起一个办法 那就是引鬼上身 为了改命 算命大师竟偷偷潜入停事间 准备请鬼上身 押住少东身上的戾气 算命大师根据尸体上的出生年月 挑到一具大善人的尸体 将少东的生辰八字 和尸体的生辰八字 写到黄纸上 开始念咒 接着又将刚刚的黄纸烧掉 只要雄鸡有反应 就代表引鬼成功 少东也不会控制不住杀人 做好一切后 他将浮水喂给少东 紧张地盯着雄鸡 过了许久雄鸡还是没有反应 大师想到有些人身上阳气中 鬼魂不敢轻易上身 于是大师用刀片硬生生划破少东额头 这个方法果然凑小 雄鸡很快就在原地扑腾 大师欣喜若狂询问 少东是不是那个大善人 少东拼命点头 就在大师准备解开绳子时 突然发现 少东的眼睛还是赤脉灌精 这意味着隐魂并没有成功 这时门外突然响起警长的声音 从他们的交谈中 大师得知之前的凶手尸体被送了过来 原来凶手从少东手里抢回刀具后 又盯上了一个女孩 女孩非常警惕 察觉不对后立马报了警 但凶手还是强势闯入女孩家中 他将女孩绑起来准备慢慢折磨 危急时刻女孩捡起地上的水晶 狠狠插入凶手的脖子 等警长赶到 凶手即便快挂了 都还想着杀掉女孩 警长剑撞一枪结果了凶手 之后他将凶手的尸体送到停尸间 恰好赶上大师擒轨上身 大师以为凶手上了少东的身 就想将凶手赶走 结果却被对方一把推倒 撞到后面架子上的硫酸 大师疼得嗷嗷叫 赶紧冲到水龙头下冲洗 可他身后的话精神病符还是被腐蚀殆尽 少东趁机离开停尸间 留在停尸房的大师神色突然转变 而是趁大师不被占据他的身体 另一边少东从停尸房出来 看到了警长杀意涌现 从路边的警车上拿到 即将送到花咽室的刀 尾随在警长身后 就在他犹豫要不要动手时 被鬼上身的大师抢先动手 用板砖直接敲晕了警长 将他绑到天台上 此时的大师一会正常一会疯癫 上一秒还要去救警长 下一秒就拿着刀要求少东去杀了警长 还说心里没良知是上天赐予他的礼物 可此时的少东 看着已经疯魔的大师 无比清醒 在大师想动手杀了警长时 还救下警长 和大师说是你疯了 大师听完精神彻底恍惚 开始在一旁自言自语 警长趁机挣脱束缚 想要逃走 但却被少东拦下 他捡起刀压在警长身上 准备动手 就在这时大师突然大喊 这话让少东想起 自己一路上做的错事 都是他曾经做过的选择 只要他在这些选择面前走对 就不会犯错 最后警长被救 大师被送到精神病院 而少东则一脸轻松地走到充满阳光的街道 在这些选择面前走到充满阳光的街道